因为美国的通胀很高 当然欧洲也会有些国家面对这些情况 但大家担心欧洲的经济压力比美国大很多 是否有条件这样去加息呢? 影响有多大呢? 本来欧洲真的没有太大条件大幅加息 虽然只说加不加息 可能大家只会觉得看通胀 通胀是高的 无论欧洲、美国或环球性 通胀都是高的 虽然只看这些东西是要大幅加息的 但要说的是为什么欧洲没有这个条件呢? 因为欧元区的问题是十几个国家造成的 这最大问题是每个国家的财力实力都不一样 有些是比较好一些 例如德国这些是最安全的 但这份连大大地的 例如意大利的债务也是很重的 除了更加不用谈小局 所以有些国家的债务也会重复到 随时有些有贸易机的情况 所以如果你说这一刻 只看大幅加息 对于这些国家是有很大压力的 可能即时会大幅扯高借贷成本 甚至是借不到钱 而有违约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大家曾经觉得 不敢说加这么多 可能最多是加25点 都会从这角度去考虑 但你看到今次最终加了50 当然有些预期之外 但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人估计的 因为大家曾经猜过今次 可能原本加25 但到9月那时可能有机会加50 所以现在也提早了一次去做这个动作 所以又不是非常惊吓的 非常意外 但幸好今次加月50 也有想到这一点就是 国家的债务问题也有不同的参差 所以你会看到另外 昨晚整晚都说了 推出了一个新的工具 TPI 没错 一个传道性的工具 其实最主要是针对刚才所说的 就是如果有些国家 债务是比较严重的 透过这么大幅加息之后 可能会令到成本急升 息差、上压性更加大等等 那变相可能会透过这些工具 帮国家去买债 买债便会减低他们的债务等等 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想减低 这个负面的反应 但最终行不行 或者是否真的如何做呢 其实暂时未太知道 因为他们只是说了会大概买 一至十年期的国债 企业债等等 但是如何去做 或者什么时候去做 或者哪些国家会 其实真的不知道 也要看自己国家的 去不去参与这个计划 所以很多都可以说 有点不确定 最终执行下来 是否这么好地可以解决 刚才说的这个忧虑也不知道 所以你记得到 其实当昨晚说完 现在五十点 当然第一个欧元就夹了一下 但是很快之后已经下来了 甚至乎没有再有上升的情况 一来也要看着 究竟这些工具是否有效 而二来 刚才你也提到一点 就是欧阳行长 其实也有一点 令到之后 大家更加不知如何捉 因为他也放弃了前线指引 变相只说九月 虽然大家都觉得应该要加 但是最终加多少 如何加法等等 现在就未有那么明确 至乎他自己也说到 是会看着某些数据去做 即是他也告诉你 他也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 他一说得好听 就会有弹性 没错 可以大一点 但是 但始终整个市场需要明朗化 如果你这么不确定 变相你对欧元也不会特别利好 或者这么说 还有我想最主要除了这些因素之外 亦是比对不同国家的食叉 虽然欧洲现在加了50点 去到零或者正利率的时代 即不是负利率 但相比美国来说 其实也还有很大的食叉 反过来说 大家一般可能是省户 甚至是你选不选择货币 你也要考虑没有息收 欧元现在只是叫零息 但不是有息 但你选择美金或其他货币 都比美金更高 即是美国这下的加息幅度 一次比一次激进 或者可能下星期那次 最基本也加75 所以加一次75 都被盖过了 今次50点 所以对欧元一定不会特别大的利好 所以只有昨晚那一刻 除非之后很明确 他敢再大力加 但这件事真的挺难的 因为你考虑刚才提到 可能国家的经济状况 甚至乎整体的经济前景 所以是有制走性 所以我认为暂时 如果说到拉内的欧元来说 我认为偏淡一点 未必透过今次加息之后 一个很大的上升空间 是